现在71架次 就是在昨天的数字 已经超越 裴洛西来台的反制了 因此虽然这个力道 降低了不少 但是如果从数字上来说 是不是也是蛮可怕的 对啊 而且这个半数以上 都是跨过的 所谓的海峡中线嘛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到底现在 对海峡中线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说是不是跟大陆 还是有一个默契 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国人也要知道 但我认为就是说 来的那么多 我们还不妨假戏斟做一下 就是说我们自己 来做个演习 看看我们到底 能不能够老百姓 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种警觉性 现在我们警觉性很低 因为媒体的关注度 也不如上一次的来得多 不是 我们从来 没有认真演习过嘛 我们只有在 每次说一点 演习到两点钟 然后你在餐厅都吃饭 聊天 两点钟了 可以出去了 那我觉得我们 真的要动员一次 就是让大家出去看一看 你这个防空 防空避难所在哪里 然后有没有什么人 真正带上东西 知道我们不是已经在 在找一些 这个后备军人 在做一些东西 那是不是这些 都要让我们知道 那包括他们这些 要维持秩序 万一有伤兵什么等等 我们应该要做一次 我觉得我们做一次以后 国际社会会认为 我们还蛮认真 大陆也会觉得 不要再吓他 他还真的有在准备 否则他觉得你们没有反应 他就一直要做 他就觉得说 好像我们不加大力度 就他们不会有反应 那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我们还不如 假细生做一次 来看看我们到底 我们的这个readiness 我们的准备 到底有没有 不要每天讲空话 就是好像不怕 但是我觉得要有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好事 那我觉得大陆这一次 真的就像两位刚刚讲 你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大陆你看断交 也是在两位前后总统 去美国跟大陆之前 赶快把它弄掉 因为否则 我一直强调说 马英九救了蔡英文一次 就是为什么 如果说不是马英九在大陆 搞不好 大陆就是挑你在蔡英文 跟麦卡锡见面那一刻 来断交 那整个就失交了 那同样的 这一次你看这个军演 也是等两个都走 如果说今天 蔡英文还在美国的时候 那个就有军演了 会不会大陆还担心说 蔡英文会不会自美不归 就说因为有危险 所以他这次就等 他们大家都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 一种默契吧 或者也是某种程度 我们不能说善意 但是就是说 觉得说可能跟美国有一个默契 沟通过了 就说你在那边帮我挡住了 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官室的访问 一直强调这是过境 然后这个美国的官员 也没有跟蔡英文见面 所以我会有演习 但是呢 规模就没有像上次这么大了 就大概我相信 美方跟大陆一定有沟通过了 好那我想问一下介大使的时候 其实这一回 虽然你刚刚也觉得说 力道不如上次来的激烈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在昨天呢 光是这一天 我国国防部就在北部西部 还有西南海空域 有高达21次的广播驱离 那现在看起来是近年比较罕见的 好另外也有人说 现在我国的海军跟海巡的战备警戒状态 已经提升到近年的最高状态了 因为包含美国军方的外包侦察机 还有美国海军的EP-31 也都出现在整个西南空域 您怎么样解读这个部分 对 其实这一次中国大陆我觉得他给 就是蔡英文给大陆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 因为师出有名 进行了一次围倒的军演 我想大陆大概围倒 或者说武力解放台湾 他有很多的作战的方案 那我想他正好借这一次的机会 他做一次集体的演练 实战演练 那他基本上说了就是说参与的部队 陆海空还有这个飞弹兵 飞弹军都有参与 那所以他要自空自海还有自电讯 三种这种过渡海战争的时候 他很需要的这种军事能力 他都借这一次来演练 所以其实就是说共机超越中线 这已经加强便饭了 那就是价值这是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这个 我们不是蔡英文他们公布一个影片吗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拉法业舰 这个就是说去拦截中国大陆的太原舰 那这两个军舰的 这个比如他的这个装备跟他的型号来看起来 我们是我们最先进的这个拉法业舰 3500吨 28年的历史 那中国大陆的太原 是属于052D型的驱逐导弹驱逐舰 盾数是7500吨 比我们的这个拦截船只大一吨 然后可能的这个 他的这个下水时间大概是近五年左右 这艘军舰程在日本 开放日本民众上船去登舰去参访过 然后呢他船身上有74个 所谓的垂直导弹发射井 那么可以发射各型的导弹 所以出现在我们这个 所谓的外海 当然没有讲是东西南北哪个地方 24海里左右 你知道已经以他的战力来讲的话 那已经是已经是濒临沉下的感觉了 当然以现在就是说国际法来讲的话 大概沿岸国家可以实行 实行就是说公权力的 大概就是24海里 24海里是属于林街区 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陆地的边缘 往外推12海里是属于林海 那么12海里林海里内 沿岸国有完全的主权 就是你领土的延伸 那么12海里再往外延伸12海里 国际海洋法公约叫林街区 这个林街区 沿岸国家可以实行 所谓的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有这个环境保护 如果有污染的行为 你可以行使行政权力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海关的 你发觉有船只在这边走私 或怎么样 你可以行使公权力 另外还有就是说治安的 你发觉这个船上有这种 比如说人蛇或什么样 你可以行使行政权力 那这个就是海洋法公约保障权力 不过如果照美国人的解读的话 当然美国没有加入海洋法公约了 美国人的基本上他认为军事舰艇 不但在这个所谓林街区 他有自由航行权 也就是说叫这个自由航行权 那叫无害通过 这个叫就是说海洋法公约有这个名词 那美国解释自由航行 那么美国甚至认为 军事舰艇可以到12海里以内 任何国家12海里面行使自由航行权 行使无害通过 所以这次我们事实上把我们的这个海军的执法权 放在24海里 那其实从严格的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话 你在24海里左右的时候 你只能行使 所以你的海警权 对你要用海军出来 因为我记得 蔡英文他们公布了两个 两个影片 第一个影片是有我们的海警船的 那可能发觉 这个好像民间反应不好 再公布一个影片 就是变成我们的军舰 我们拉法业舰出来做驱离 可是纯就国际法角度来看 当然两岸关系也不能用国际法来看 因为从大陆角度上来看 他不认为国际法是适用两岸关系的 那我们就纯就两岸关系的话 你24海里你用军舰去行驱离 事实上的话 从国际法的角度上来 有一点点怪怪的 那如果说你碰到美国的军舰的话 美国基本上 他是每一年的有关相关所谓沿岸国家 有过度的海权的主张的国家 他每年都把我们中华民国列入谴责的对象 所以叫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的军舰可以进入你12海里 不论如何 这一次中国大陆这个 等于说是052D驱逐舰 也是他王牌军舰之一 那非常强大 已经如果接近台湾的12海里 我们不小心在东海岸和西海岸 那这个已经是很大的一种 一种我觉得一种 就是说两岸这种关系的 一种恶化的一种展现 另外一次 这次这个围岛军演 跟上次比较类似的一样 他是把台湾 军队不是只放在西海岸 那么山东界绕到了台湾的东面 那么事实上北面我们不晓得 现在拉法 现在这个九月太原舰 大陆这个太原舰 不知道是不是在台湾的 东北海域这一块 如果这样的话 就形成一个包围之势 那就是说在未来的 以现在中国大陆经历展示来看的话 那么对台湾进行包围的这种攻击 现在看起来对中国大陆来讲 已经是轻而易举了 那另外一方 他们也很出动了很多预警机 那么我看大陆方面说 虽然这个轰炸机 它的轰溜没有出动 不过各种机型 他们也是我想一定是一种实战的 一种想定 然后派不同军事机 这个军机来做各种不同的 攻击性的动作 所以整个来讲 我觉得中国大陆真的这一次 是蔡英文给了大陆一个 师出有名的机会 来对他的整个未来可能发生的 那么武力攻台的整个军事作战计划里面的 某几项计划做了实战演练的方式 那现在因为今年我们也要进入选举年了 你也看中国大陆事实上 他这一次压力施加的力道 比较大的是施加在美国人身上 那我有一点意外 美国这次非常的怂 也就是对于蔡英文到美国 美国很轻易的 事实上就把蔡英文搞得灰头土脸 完全抬不起头来 可见就是说美国还是一贯的做法 就是用台湾当做一个跟中国大陆交涉的一个筹码 那么如果他从中国大陆获得他想要的 那么事实上的话 那台湾就是被牺牲 这次就是一个蔡英文被牺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美国公开喊话 希望跟中国大陆配合的 我说光人要去 就已经排或者通电话 就排了五个人 第一名是拜登 他要跟习近平通电话 美国已经在喊话 第二名布林肯又要去大陆 第三名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叶伦要去 第四个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也要去 都是公开喊话 第五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希望跟大陆的国防部长通电话 中国大陆通通还没有怎么讲 都还怎么样 叫什么 以毒不回 到现在还有这个情况 你想想看在这个情况 蔡英文又正好送到美国 给美国人当这个 跟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 所以当然是要牺牲蔡英文 还会让蔡英文成全蔡英文吗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整个军演你可以看出来 中国大陆大概考量台湾内部 这个好这个选举情势 那我觉得 蔡英文基本上我觉得他们 今天好这个整个的回应好又是选择 比上次稍微强一点 怎么讲呢没有完全躺平 作为作为作为做了一点表示 可是蔡英文的算盘是什么 他就希望两岸关系好 基本上好让台湾民众感觉中国大陆好这个好对台湾非常不友善 这个好怎么样想要用这种姿态好来赢得明年的大选 可是呢另一方面又不敢太回应太大 为什么回应太大还真的吓到台湾老百姓 所以你如果说台湾这个地方真的把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做了很高高层次的升级的回应的话 两岸真的如果插枪走火的话 那对蔡英文更不利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也是在那边精算 基本上呢我觉得最悲哀了 就是说今天放在那个赌桌上 那个各方的政治力量在赌博的时候 尤其美国跟台湾这两边 那么赌注都是台湾老百姓 2300万老百姓 我们就是他们这个赌桌上的赌注 在这个赌博的呢 基本上蔡英文跟这个拜登两个人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ZTI714 享有折扣哦